台东一名王姓男子因涉嫌家暴 遭检方向法院审压获准 不料王姓男子竟然是情绪失控 趁着夜间地院罚警监控人力控党 爬上了天花板将灯光破坏之后 以致残的方式和罚警对峙 而台东警方获报后是立刻出动了快打部队 并且使用了辣椒水将王姓男子压之后 将人带出拘留室送一治疗 警车以及救护车开进法院 将情绪失控持灯管自残的王姓男子送一治疗 而这起事件发生在五日晚间 这名三十多岁的王姓男子 因涉嫌对妻子进行家暴 遭到警方逮捕后 移送至台东地结署侦办 而检方认定王楠恶行重大 向台东地院申请积押获准 而王楠在得志被收押后情绪暴躁 在拘留室等待移送时 趁着监控的罚警不注意 爬上天花板将日光灯拆卸下来 破坏后用碎片割脖子自残 而罚警发现后立即制止 但王楠却不愿意收手 台东警方火爆后 立即出道快打部队 并趁着王楠不注意时 朝他喷洒辣椒水 并将他压制送一 在后审市的时候 被告可能跟家庭的状况 所以他有点自残的情形 所以他就在厕所有一个隔离 就是上厕所 让他不会被罚警看到 他就趁机爬上去 那去把灯管的灯灶破坏 然后拿灯管想要那个制残 然后被我们罚警发现 那赶快制止他 那随后就有通知119 请消防人员把他送到医院去就诊 而该名王姓男子在松医治疗后 并没有生命危险 对于王姓男子失控制残的事件 台东地院也表示 当下过程十分短暂 而罚警也有立即做出因应 但未来人会再检讨 相关的监控和安全措施 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 谢谢大家